10月20日,塞莫菲是了科技公司全球最大最先进的客户体验中心在上海正式街拍 8家工厂,5个应用开发中心及示范实验室 近年来,塞莫菲在深化中国本土发展战略方面动作频频 塞莫菲中国区总裁爱里德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截至目前,中国市场是塞莫菲的全球第二大市场 同时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 而在我们认为未来,我们的目标是继续投入中国 塞莫菲是全球最大的科学仪器制造商之一 总部位于美国,年销售额超过250亿美元 进入中国发展已超过35年 据介绍,该中心作为客户与塞莫菲在中国的首席科学交流平台 有包括生命探索中心、纳米港电子显微镜中心在内的45个实验室 及7个样本制备实验室 陈列有近500台世界领先的各类仪器 其中,纳米港电竞中心是塞莫菲在全球的第四个纳米港电竞中心 此前三个分别胜利于美国、荷兰和日本 应用于生命科学领域的冷冻电竞 更是在观察解析新冠病毒结构中立下和和战功 进程后,塞莫菲将打造电竞应用和研究人才高地 积极培养本土人才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将在2020年11月召开 作为连续第三年参展的企业 塞莫菲今年将首次以双展台形式 同时亮相医疗器械及医疗保健展区 以及公共卫生防疫专区 值得一提的是 塞莫菲将在现场搭建起配备完整的 移动方舱核酸检测实验室 参观者可以在现场体验相当于 国内PRP3级建设标准的实验室 爱里德表示 进博会是一个全球企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可以让企业拓展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将使用这些企业 提供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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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新的企业 提供的企业 提供的企业 提供新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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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企业